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两个都很正对不对 所以那个他们要互相拉扯 那个跟磁力一样 所以会把节目带歪掉 我们很正那只有你要歪掉 怎么会这样子的 好来喜欢我们的节目真的要每周来做观看 赶快给我们五星好逼 因为今天的内容关顾您接下来的 获利方程式喔 那事与就要聊520对不对 因为520今天我们录影时间是528了 对不对 其实才过几天啊 才过8天喔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而已 对 结果持续创高耶 没有风雨变色喔 也没有什么 虽然当天他在 他在那个 就职演说的时候就提到1.50点 对 但也还好啦 收盘是收在平盘附近 对对对对 是还后面那个力量 其实还蛮强大的 对 那究竟520前跟520已经过了之后 后520到底有没有行情呢 保持正向乐观的一个态度 所以第二季 第二季要怎么操作啊 吴嘉老师 好刚才评估要说到 说对两个字 哪两个字 保持乐观两个字 乐观喔 乐观一定要乐观喔 但是 但是我的想法是 审慎乐观 要多两个字 可是吴嘉老师从2010年 总统就职后60天来算 他的上涨是64个百分点 那就2016跟2020 这两次来看的话 一个是正17% 一个是正12% 所以就今年度来看 因为再加上颜色没变嘛 对 那政府加持的持续来做加持 没错 我们可以上看三万点了吗 现在指数 今天指数又再做历史高21937 好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相当乐观 因为其实从这个数字 大概从大选前到大选后 大家都在谈嘛 比如说小英总统第一次上台 小英总统第二次上台 一个涨17% 一个涨12% 那当然大家都很乐观 在今年这个赖总统上台之后 还是可以维持一样的展示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就过去的历史 就要来看确实是如此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就是说前两次小英总统上台之前 要嘛就是大跌了 要嘛就是已经长达两三个月的 是所谓的胶着期 就是说大家其实在上台前 都抱持了一个比较不确定的因素 可是这次赖总统上台 是创历史新高的状况下上台 我觉得时空环境不同 再加上我觉得说 整个国际情势 如果你说真的会很好吗 好像也充满了这个杂音 那充其量你只能说 假如我们把国际情势的结构 你把它拉进来看的话 应该这么说 过去赖总统上台到现在 真正带领台北股市往上 衝衝衝 好不好 不是瘦心衝 不是赖心的 好不好 是AI好不好 是AI 特别是这两天要来台湾的 这个黄仲仁 对 因为灰打的财报 黄仁勋还是黄仁勋 黄仁勋 好跟正 我想要 黄仲仁不是那个谁 他不是也去美国吗 他好像也去美国 好像跟那些大佬吃饭 那也要一起来吗 手牵手这样子 黄仁勋 黄仁勋 对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灰打所带动出来的 不然的话你去看其他的亚洲股市 表现也没有像台股这么的伶励 那么强 对 所以原则上说起来 那就是台积电嘛 国家户国群山嘛 再加上最近的这些机器人概念股嘛 其实说穿的就是AI的延伸 所以台北股市其实在过去这一周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现象 所以为什么我说好 如果说我们要谈到说台北股市到底在 520之后的行情的话 我倒觉得啦 短线上面当然到 6月初这段时间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维持在高档的一个结构 原因什么 原因既然从AI来做发动 既然从机械人来做发动 那我们其实都在讲嘛 有时候我们在股市里面 假如我们都把这些 所谓的消息面的杂音 我们都把它拿掉的话 好 台北股市它既然要涨 总是股票换钞票 钞票换股票嘛 认不认同这种想法 认同 如果你认同的话代表涨上去 他一定要有一个后续的利多支持 对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Compute Test 电脑展 这是什么台北国际电脑展 对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 在下个月出台北国际电脑展之前的话 不就是这个东西会支撑的人气吗 不然的话你告诉我 过去这一个礼拜 拿着这些资金去抢抢抢的人 他满手的股票他怎么换钞票 他一定要有一个 有个消息 对一个重大的利多 利多出来 对然后来 顺势 吸引到市场上面 不管这个买盘是法人也好 不管是外资也好 或者是散户也好 或者是市场 他才有办法去出货 股票换钞票 讲真的会不会 我爽屁的 不会啦 我相信我们其实都是听得懂 我觉得意思 就是说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拿掉 之后我们说说出来就是最近挤进去的人 像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 有人他在跟我线上跟我聊天 他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你们看看是不是如你们想 他说我最近基本面好的都不会动 然后呢那长半天的 他说看到那个他都不敢买 就腰到不敢买 对的腰到不敢买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其实说穿了就是台北股市的结构 对 如果你要说这个是人为炒作的 我觉得也不为过啦 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结构情况 对对 所以呢为什么说乐观 乐观当然是我认为可能在近期 确实还是有一些机会啦 可是我还是会建议投资朋友 还是带一点审慎的一种方式 因为如果说涨的股票永远都是属腰股的 那就代表说还是一些投机的氛围是比较强的 那而且你会发现最近有些股票可能 涨一天就休息 涨一天就休息 他是不连续的 不连续的 其实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利多 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的这个 这个金管会通过了 这个当冲要延展五年的这样的利多 所以才会带动出 你会发现最近一些 啊就是小型股又开始 满天飞了 这个短冲的资金又开始出来 对 所以就是省慎乐观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评划对两个字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再加两个字 那我觉得还是带点省慎一点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要补充一下 其实我在五月初的时候 其实我办了一场线上讲说 那时候其实我就有提到 就是说我对五月份的行情规划 就是说我们当时就认为说 整个台北股市在五月份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属于 高档震荡的做头的结构 那所以操作上面应该是反市场 那当然后来因为AI人工智慧 这波的热潮 带动台北股市创新高 可是既然它是一个尾身段的结构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结构现象 就是我当时我有提到 有一点就是 假如当日的融资 余额增加速度超过50亿的话 我认为就是要一个警讯 代表说已经出现了 这个阻力可以出货的一个条件了 那昨天的话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47亿 差什么一点点 所以已经逼近了 所以我觉得已经达到 那个条件的一个零界值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还是要稍微审慎一下 不然的话可能 周春的这个从去年10月到现在 也没有跌过 你不管是问你的左邻右舍 楼上楼下 或是楼上楼下 你每一个人 其实大家赚多跟赚少的差异 好不好 不要说赔钱 我觉得应该都是赚多跟赚少 应该没有人在过去 这三个月半年时间里面是赔钱的 只是赚多跟赚少的差异而已 他就是谁要当最后一只老鼠 谁要当最后一只老鼠 对 那就每个人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那我的看法就是 我会乐观 但是我还是会审慎的来面对 那吴杰老师说到了台股指数的部分 现在目前高点来到了两万 将近两万二了这个位置 很多人说现在就是看回不回 可能就是高档震荡也好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像样的回档 比如说像之前4月19日当天刷了1000多点 像类似这样的回档 我们先降降温会好一点 走得久一点 其实如果真的要这样讲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行情 我们从去年的10月 那时候整理完毕 开始往上做公高 那以正常的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每年最好做的时间 就是第四季到第一季 然后到了第二季 可能第一季中之后 就是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高峰期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暑假阶段了 所以原则上我们如果说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到了五月份六月份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追寻 到底什么时候是一个最高的高点 那我们就回过头了 好既然大家认 如果你认为说这样的结构是对的 那我其实一直在讲说 以这种看回不回的行情 而且很多的股票都已经缺乏基本面支撑的话 它到时候的回档应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原本我在五月初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就是我本来认为它会是一个 长头做头 而且它是一个可能长达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这个头部形态 可是后来到了五月中之后 因为这个AI的爆发嘛 然后创新高之后 那我会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 等到这个行情它 你出不了货的话 它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追杀行情 各位你这个道理我觉得不难想像 以前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讲说 这个本多中胜 主力之本多它就是有钱 口袋深 要多深 跟事业线一样深 你为了我们的收视力要拼了就对了 好不好 赶快订阅按赞 好不好 按按赞这个超过1000了 评划就伸给你看是不是 马上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事业线 按赞1000 深度10吗 然后我们要想要量看看 我们是 正规的健康的 我们是财经节目吗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 怎么就跟你讲 这两个碰在一起就是歪了 两个字 所以到底要多深告诉我 那个品化多深事与就多深吗 一定要拉一拼 你们要一起拼就对了 我比不了 下一集叫别的来比哪两就好 没关系我比不了 好啦 口袋啦 反正我觉得就是 回归到一个重点 假如出不了货 硬拉硬拉 其实我们在过去很多的腰股 腰股 为什么会常常会出现 这种所谓的 涨上去之后会比起 怎么上去 怎么回来 我以前常用一个比喻 就是说很多散户在 投资股市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 假如今天 品化跟我包一档股票 听说这档股票 从20块涨到50块 然后一开始他都是 真的假的 然后不然试看看 涨到了30块的时候 你想说50块 没关系了 我打个折我先走好了 然后走掉之后 发现他看回不回 对 然后看回不回之后 50块到了 然后整理完 然后他就说 上次真的50块到了 然后你会发现 常常会听到什么 听说主力要把目标要抬高了 然后要抬高到100块了 然后就开始 然后呢 讲完之后隔天 你可能不见得买得到 然后这时候要到100块 70块80块 你心里面一定想说 还有最后20块价差 不然我拼一下好了 收拎一下 我拼一下 然后拼下去之后 就蹦蹦蹦蹦蹦 然后呢 这种股票 他常常会出现 这种结构的反转是什么 就是V型反转 连一个 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们好 既然股市 我现在讲的这种 你们去感受 因为这个一定 我觉得你应该 大家都有或多或少遇过 或者有人已经走 感同事 对 我们知道要省省乐观 好 那所以我现在 我们去探讨主力的心态是什么 主力就是股票 换钞票 钞票换钞票 好那我买进去的 结果 每一个散物都跑得比我快 全部呢 20块拉到50块之后 结果筹码又全部回到我身上 我出不了后 我再拉一次 那我只能继续拉 对 然后拉到大家觉得 好像是真的的时候 我就倒给你 但是你要想 他从20块30块 他50块的时候 筹码已经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成本 可能30块40块 也许有点墊高了 所以他拉到80块90块 那又如何 我把它灌到60块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散物有一种特性 拉急涨的时候 不见得敢吹 但是拉回的时候 他想说 我之前没有买到 我机会来了 对啊 真的 那为什么这种情况 各位 你再去回想你过去的股市里面 你也没有常常看到是 很多股票是越跌融资越高 越跌融资越高 对不对 加码摊品 你们觉得好像 感觉股市的那种 那种 那个功利全部都融会贯通 真的 真的 越跌融资越多 这个就是点心的压低出货盘 其实代表说 主力的成本是相当的低 他只是出不了货 他至少更韧性 那他任性到的 他把成本 他把这个股价拉高的 五成拉高的一倍 对他来讲 不过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他其实真正对他来讲的 核心的根本是 他要把手上的筹码出得掉 所以要从100块 拉回到了60块 结果你认为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他真正出货 对 但他还是大赚特赚 所以回过头来 对啊 还是赚啊 所以我说回过头来 台北股市 我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这个黑手 他要做一个正式出货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可能 变成是一个压低出货盘 就是说这一波可能 会一路冲冲冲冲冲冲 在灯光美气氛加的时候 可能哪一天你看到 哇 怎么找盘一开高 大家一变乐观了之后 结果呢 一堆人觉得好像没有问题了 雨过天晴了 对 好像所有的杂音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对 你们听到这两天有个新闻 什么新闻 就是我们的那个保险 保险的资金不断的在流出 因为你要解定 解保险 解保险去买ETM 真的很多 这是一个幻象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 对啊 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阶段 我不得不买 我真的觉得大家一握风买 然后呢 我必须去截我的股票 然后去买那些东西 对 因为这个其实 就是说我不要让保险公司去赚 因为保险公司也许就是3% 4% 那他们可能就算一算之后发现 我买ETF可能一年年花报酬 对啊 真的很吸引人 比较滑得来 那我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不好 但是永远的市场永远都是摆当 其实我不能讲他错了 其实我平常已经讲究 我认为 也许他不是错的 可是 这种市场上面永远都是钟摆效应 没错 有时候就是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也许他是对的 可是你要想的是 目前这样的股市的位置 是永远是对的吗 如果说你跌下去的话 当然 但是也跌下去可能市场上面的 氛围还是不同 对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常跟很多投资朋友 聊到就是说 把这些消息面的东西拿掉 我觉得你还是回归到核心的根本 对对对对 核心的根本当然就是说 你今天的ETF 你确定你的殖利率有5%吗 还是到包装前是5%之上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要去 要去观看公开说明书 太多 你知道太多了 因为你要去了解公开说明书 要去看 等一整排看完 因为你看 有些跟你说 年化报酬多少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是 每年最低的价格 可是 你要想的是 今天你作为一个投资人 如果说你每年你都可以保证 你买的价格是永远是最低的价格 那你不用去买ETF 你既然有办法 你每年都买在最低 你去随便买一档股票 我相信你的报酬搞不好都比他大 比他多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想一个问题 如果大盘台北股市 它就是一个水位 水涨就船高 今天你只选择是 你要做一个大船 还是小船 还是小船 还是一个大游轮 好不好 我们都玩ETF想着一个大游轮 因为他很多的 水涨就船高 水退的时候 也会退 只是他可能因为游轮 他对他来讲影响没那么大 你睡觉要隔钱了老师 还没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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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所以我刚才有说 如果你可以抓到那个涨跌的一个潮汐的起伏的话 那你去假如你真的很有把握的话 那你去买小船的话 那起伏更大 对不对 他们还在5% 10%的时候 你每天都是50% 100% 在那边啪啪啪啪 身材会缠着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古神巴菲特都没这样了吧 他不要啦 他已经九几岁 先不要 巴菲特说接下来没有那么好的行情 可是说到这样子 能够支持台股这么的强 除了AI还是AI 不只是AI吧 只有AI吗 我觉得确实啦 应该说AI确实是目前的 支撑力 支撑力到啦 那因为趋势其实也很明显 因为去AI 应该说AI讲了那么多年了 今年确实因为挥打的一些机会 那让大家觉得说 AI他可能要真的实现化了 可是这个实现化到底会实现到哪边 我们必须说就是 我们只能预期 但是还没有办法真正看得到他实质的收益 我觉得别人就不说就好了 我在去年最有名的就是Trade GDP 对啊 对不对 其实Trade GDP在去年的时候 推出来之后引起大家的轰动 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他们的执行长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Trade GDP 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商业模式的话 获利模式的话 他在今年的年底 就势必要面对到增资的问题 增资他就破产了 对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加入我们认知上面的AI的最大的 最有名的厂商 他都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商业模式 他的获利变现的模式 那你更不要说其他的这些厂商 你抓不到的话 那这样代表说 AI目前看起来还是个浅坑 对 他是一个很烧钱的一个 他是个浅坑 那当然初期这些国际大厂 他势必还是要相继投入 只是变成我如果说半年 我看不到我继续烧 没关系 到底一年 到底到了今年第三季第四季之后 假如我们去年投资到现在 至少看得到中校了吧 我买了这么多的高阶的AI的伺服器 如果我到了已经烧了半年了 我还没有办法一个run出 一个属于自己的变现方式的话 那我问你 可能到第三季第四季 就会开始缩手了 所以这种还是Coco的问题 对 因为就是商业模式 这个就是经济市场面 永远大家要面对到的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必须要去看的 可是当然这个可能是下半年的问题 那上半年呢 大家还是知道 因为大家还是相继投入 因为感觉不投入 我就是落后 大家都投入了 那你就只能跟人家投入了 因为确实是如此也没有错 因为就我了解到了一些产业情况 大家认为说我不投入 我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我就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 对 就像我记得我在上礼拜 跟一个友人 那一个友人就是在游戏业的 我就问他说 那AI对你们影响大不大 他其实就说 他说其实蛮大的 因为他们游戏很大的成本 一个就是行销成本 广告成本 另外一个成本就是这些美工 因为美工人才大家知道很贵嘛 对 你要画画 你要做些后制的人 其实费用都很高 他说AI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很多的后制的问题 都可以大量的解决了 所以他们对他们人员的费用 可以大量的下降 那代表说什么 对他们产业来讲 如果我没有在这个时间点 我相继投入的话 那势必是我在下一个时代 第一个我推出游戏的更新的输入 比别人更慢 对 再来的话我如果没有导入的话 我的成本比别人更高 那就是竞争力就输了嘛 我觉得就很单纯 游戏业他们所面对到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其他的公司要不要投入 我觉得一定都会投入 那只是说投入的多与寡 跟谁能最快掌握到变现的能力 我觉得才是关键 所以真的现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世代真的没有AI 很多都是万万不行的感觉 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跟大家聊到的 520这个部分 520小英概念股吗 延伸到新来产业 其实我们有发现到 520的行情概念股 国防是一个 然后呢 营建是一个 运资金毁流很多的 我就是要买房 我就是或者是说 营建股它有很多的资产 部分嘛 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议题 那么再来 生计我们都知道 生计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 绿税执政到现在 是一个蛮重重之重的 一个产业 那么再来 重点的部分 你会发现到这些 如果它把AI加进去 那不得了了 对不对 又是另外一个新的一级 用电我记得好像也是蛮重的 AI用的 重点的部分 强韧电网什么之类 延伸出来 国防无人机 对不对 现在这个我要减少一些人员 就是士兵的上网 无人机 嗯 那么再来营建刚刚提到的生计 无有机器手臂啦 什么医疗啦 对不对 这些 我看原来夹娃娃机 你是什么意思 这是夹娃娃机 机械手臂 好 看机械手臂 OK 这些这样说起来延伸到最后 真的 520概念 我感觉也都会跟AI 都会有一些息息相关 我觉得各行各页一定都会是AI 那这些看怎么样连结嘛 嗯 对那只是说当然这些产业 很多很多投资朋友他问的比较 那到底还能不能买 对还能不能买啊 这些涨了一段上来 你说他没涨就算 他已经其实涨了一段上来 但是我觉得有些股票 我会觉得就是看看就好了 看看就好 我们先删一下 对我们先删哪一个 比方国防的部分 雷虎啊 荣刚啊 汉翔啊 这个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因为 其实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从 乌克兰战争到以色列战争 到未来可能台海的风险的问题 我觉得好像解不开 解不开 解不开里还乱 对啊 我最近在想以色列战争 到底什么时候 感觉是比较快结束吗 因为感觉就是 哈马斯被押着打吗 对不对 然后大家在谴责以色列 老师我们以前也以为 俄乌应该很快就 对啊 结果他打不完了 打不完了 可是你看嘛 人家说乌俄战争呢 感觉像是乌俄这个 乌克兰跟俄罗斯 结果人家说是俄国跟对抗整个欧洲在打 因为就远远不绝的在把武器送给他打 对 那其实我在想说 以色列感觉大家谴责的比较严重 那哈马斯就是若不禁锋的一个国家也谈不上 可是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俄罗斯 我会不会支援哈马斯继续跟以色列打 就是 那叫什么 合纵联 那叫什么 那个一个作战的计划叫什么 合纵 应该说 从整个国际政治角度来看 你看乌俄战争自己在打的时候 大家一起关注他 大家都一直 一直在关注他 送乌克兰武器 然后呢 等以色列的问题爆发之后 大家开始关心以色列 大家不关心他 那就开始慢慢反攻 好问题来了 我如果是俄国的话 我不希望以色列跟哈马斯结束 为什么 因为你结束 你们的交流又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宁愿私底下支柱 你哈马斯继续跟以色列打 这样也蛮讨厌 你去打 你去打 我就把他语论 对不对 坏朋友 坏朋友 焦点不要放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那全球全球的这些西方国家 我们讲西方国家 他就会 就会关注的是以色列问题 然后你一直去支持以色列 甚至就不会把焦点完全放在乌克兰上面 所以我说假如我是以色列的 我是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人 我确实我会制造一个噪音也好 制造一个东西 让你们分散注意 然后我就可以专心在乌克兰上面 那个普丁这一集先不要看 哈哈哈哈 没有普丁你也要看 对对俄国的反攻是好事啊 交回普丁 因为这个就是国际政治 你们以前有没有打过那个线上 即使战略游戏 有时候是阳攻有没有 什么叫阳攻 就是虚晃一招 你以为他在这边攻击 结果不是他主力是放在右边 可是你可能你一直把 重兵集结在左边 但是他其实真的想攻击的是右边 对 总部已经我觉得国防 这个议题应该 应该是讲不完 真的耶 这是一个蛮长的一个问题 然后重点的部分 说真的我不见 我觉得他不是不好 而是就真的是长太多了 对 我觉得就是长太多了 对啊 都被上千 你能想像这个问题吗 乘几何时 他不过就是十几块二十块 对啊 对 而且你说他的获利 好啦是成长没有错啊 但是好到他可以支撑那一千块的股价 他说我不仅台湾 我国外也有啊 我出脚跨到国外去 当然啦 但是人家国外就没有重电嘛 你要想的是 这种行业 重电的行业 基本上都是属于国家的基础建设 对 这种基础建设 我能不委外就不委外啊 对 就跟我们的风力发电一样嘛 我国家要砸重金在自己国防上面 自己的那个重点发展的上面 但是 他一定会是以国家 那个自己产业 国家的 国家为主 为优先嘛 对 多的才会有轮到你嘛 没有多的 要下来的去吧 对啊 才让你减一下嘛 所以 所以你说喔 其他国家我们也没有机会吃到 我觉得是有机会 可是回归到客人是 他目前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 这个 涨太多了 就真的是 如果说等到全球 因为 还有一点啊 你要想的是 全球的政府现在都是属于大 大负债时代 全球政府都属于大负债时代 如果说等美国总统大选 选完之后 选完之后 其实五集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年初有一集特别节目 老师就提到说 年底的总统大选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变数 对不对 嗯 其实每一个都是很大变数 很恐怖喔 没有一次不是一个很大变数 因为我们选完了嘛 但至少 对 至少美国总统大选 他看起来还是支撑的嘛 只是说 可是你说美国总统大选支撑 看起来我觉得还是AI支撑啊 因为 道琼的表现 有啦 有创高 可是好像没有那么的 延续力啦 那其实真正的支撑呢 应该还是属于AI 应该说 AI改变的市场上面的游戏规则 让大家觉得好像又抓到一个 新的机会 所以重电股呢 基本上我是比较不建议的 涨多其实就是最大的利空了啦 对 没错 地心引力 抓不住 只助力 关于你说 我狂 他目前抓不住 所以他喷出去了 涼没掉 涼没掉 好啦 营建呢 好 营建股 我觉得就 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因为营建股是这样子的 有吐司有财 是没有错 可是你看喔 营建股只有今年业绩好吗 不是啊 不是啊 他每年的业绩其实都还不错啊 但是他不动就是不动啊 对 一动就很强 一动就很强 而且都拿业绩砸死你 我跟你讲 一片是5块一片是10块 每次都这样子赚 对对对啊 对对 可是问题是说真的 不是现在才知道啊 可是为什么先前不会动 对啊 为什么 最近真的很狂欸 其实说穿的 他就是比较属于市场上面的金主炒作 我特别是 台湾这种营建股 背后都是相当大的力量 对 好不好 除非你觉得你可以玩得赢他 除非你可以逃出他的五指衫 来用钱砸我 除非你可以逃出他的五指衫 不然呢 你不要选择一个 比你强大数万倍的对手 当你的竞争对手 对 不然你就会被他玩弄 所以其实我说真的 我没有想法 我不能讲到他不会长啊 只是说 他如果你要跟的是 主力去做晋升 那你除非你有本身 你比他更衷 对你能够玩得过他 对你玩得过他 先不要好了 不然的话你说 今天你业绩很好 他哪年 他过去这几年 他过去每一年 哪一年业绩不好 他过去每一年 对啊 打不了啊 对啊 他只能打到仓 他就加入他 每个都这样 现在每个人 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子 打不一年我就加入 对啊 每个人打不一年就加入你 俗辣 不能加入我就只要上街头 直接上街头 好 每年都有 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只是讲正话 我跟你讲 好 再生技这一块 好了 生技这一块 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 因为生技有时候看不懂 其实生技跟引建股 跟重点股 刚好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 可能要么就涨太多了 那再来的话 其实很多的公司 实际上的获利 其实也跟不上 对就涨太多 要么就跟不上 对啊 有些可能有实质的业绩的 但是就不动就是不动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说 这些生技股能不能操作 我觉得就是个别公司 个别公司可能个别机会 个别机会 个别看就好了 那我觉得也不用 真的是过度的去琢磨说 这个什么大产业 到底有没有机会 对 当然你可以说 因为赖总统是这个 医疗出身的 这个医生 那我觉得就是带动出 大家的一个期许 对 可是你说市场上面 到底未来会 发展到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看到整个大的生技股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不太能去接受的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政府其实砸了这么多钱 那你会发现说 我们台湾的医疗 其实还是都在找这些 所谓的就是什么新药股 这些 这个叫物理治疗 就是你针对我的病痛 我直接给你要的 可是你会发现 过去这几年 全球都在找DNA 干细胞的疗法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从根本着手 我未来 我干嘛给你去杀你的癌细胞 你有肝癌 我直接复制一个肝 给你 你有肺癌 我复制一个肺给你 因为早期就觉得 哪里痛 医哪里 对 那现在就是预防你痛 你既然痛了 我就用一个新的方法 干细胞去让你整个复原 变成是一个新的 没错 可是是别人在做这个 我们台湾有做 可是好像 对啊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在涨 我们都每次在炒作的 在题材上面的 其实都是属于哪里有新药 这些股票 然后很多股票怎么涨去 怎么下来 怎么上去 你看三年后的利多 今年已经涨上去 20块涨到100块 100块跌回20块 跌到10块钱 然后还在想说 后年那个利多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 好像就都是在玩这样的剧情 其实说穿的都是用题材在 在吵 有啦 有一个产业 就是保健食品的这个产业 感觉是比较务实一点而已 对 先把自己的身体给顾好 养好 其他的说真的 你说整个大产业的情况 预防胜于治疗 可是我觉得很可怕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说干细胞啊 DNA这些离我们很远 那也许可能在技术上面 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大突破 可是你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这些东西欧美国家人家 完全突破之后 那我们这些 这些找这些新药的公司 要干嘛 也对 那要提到转型了 你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你是被质变的 那个市场 市场是改变的 就跟电动车崛起的时候 假如你还 你还没有想要出电动车 你还在那边燃油车 在推行车的时候 你就准备被取代掉了 你真的是被取代入口了很久 准备你就是 像这个 我们的一些大厂一样 他其实是电动车技术在手 然后等到电动车成熟之后 他才开始推出 对 他其实是准备好武器 然后等到机会到他才出手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机产业 有一种是 明明下一个世代的武器 人家都已经准备在手上了 只是可能还没有成熟 可是我们还没有 等到人家成熟之后的话 我们才要开始吧 你知道那个跟什么一样 那个就跟哥罗布发现新大陆 那个红帆土著 全部一片猎杀 你根本就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了 你只好等那个地震 那个地隆起的时候 才有那一小块 我们只能看看 有没有那个地形地物可以防守 不要听完之后 你开始流泪了 老师 那怎么办 520行情概念这样冲起来 好像就没有什么用了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也不会 AI 国防 其实我觉得都 还有一个产业 什么产业 对 但是这个产业没有在AI概念股里面 但是其实是我今年 我一直常提到的 很多投资朋友其实都问到说 那今年什么样的产业 其实我觉得今年有一个产业很委屈 就是 太委屈 有没有来一小 什么 不然我关灯 没有啦 就听完之后觉得难道真的没有了吗 后520除了这些之外 来来来 重头戏在这里 有有有 老师帮你抓出来 今年蛮委屈的 如何委屈法 车用零件的产业 你家说车用 你快看Tesla摆成这样 但是你去看 我们台湾很多的车用零主金的营收 是不断在成长 创新高 你可能还会觉得说很多的AI看不到 但是大家可能有很伟大的梦想 然后呢有些产业它可能业绩还起起伏伏 还看不到 可是既然是有一个产业 算是从去年 开始营收一直往上增加 甚至创新高的表现 可是股价到目前为止 它并没有说大涨特涨 应该说它有涨 可是呢 就涨上来之后 就还是呈现这种高档整理的一个姿态 就是车用零组件的部分 那这个产业 为什么我觉得在2024年 就是今年不管是大选前大选后 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因为去年美国的State Fund 就是他们最大的保险公司 他们把副厂的零件纳入了正规保险的理赔项目之一之后 所以才会导致这些公司 他们的营收业绩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增长 那这个其实是质变的开始 就是说过去没有的市场没有的大饼 现在重新把饼做大了 那把饼做大了之后呢 这个就拼的是你的CP值了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本来就是 台厂的最主要的竞争力 我们其实就是拼的就是CP值嘛 品质性价比嘛 他这样子纳入进来其实真的差很大 很大 而且也确实他们看到他的业绩是不断在做成长的 已经看得到了 可是便分辨他的股价呢 相对于AI的话 我觉得不能讲他完全没有表现 那只是说他相对是比较落后一点 对落后的 对所以我最近常讲说 他是少数除了AI以外 在2020年确实是已经看得到可以明显成长的一个产业 所以像这个区块的部分 我觉得投资票就可以来做一个关注 好那这个区块可以 哪几档吗 这个区块拖出来 拖出来是不是 拖出来是不是 你这么多 好 像今天就有一档股票蛮强的 然后像这个1319的东洋 这个算龙头嘛 对没错 龙头这个做保险桿的 塑胶保险桿这些 塑胶射出的 那另外的话还有像1339的招惠的部分 特别是这两家公司 我最近都帮他们超级比一比一点 因为白白十来回哪有差 哪有这么多 对吧 明明两家公司今年的第一季 这个都赚了大概一块七 一个一块七 一个一块八 一块九吧 然后去年的招惠甚至赚得比东洋更多 可是呢 东洋进取的股价大概在120块钱附近来回震荡了 可是呢 招惠最近才在七十几块 哎呀被严重 一样都是北美市场的大量的成长 然后获利呢 去年招惠比他多 然后今年呢 这个招惠稍微略迅于这个东洋一点 可是股价的价差呢 居然高达了快50块钱的价差 我觉得这个就会有比价空间 如果说趋势真的没有改变 然后整个北美的这些保险的支出 持续往上做提升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会有 比较的机会了 那另外的话还有像是耿鼎 还有像这个苍佑 甚至核大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整个汽车零组件 在今年的话 我觉得倒是值得 持续来做期待的一个产业 扣除掉AI以外 对 好不好 还是要回到AI 一直在听到AI AI AI 这叫FBI AI 安许真的有好摩 汽车零组件 我觉得蛮有兴趣 挨着就贴着 不能这样 好 来 与其去追逐 我们常说与其去追逐天边的彩虹 不如看一下脚下的玫瑰 对不对 其实玫瑰真的虽然多次 但它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来 刚刚吴杰老师提到了 台股真的有很多的很强势的股票 有更多的护国群山 来 那么重点是 这些的股票都涨上去之后呢 来 反过来 你静下心 来思考看看 汽车零组件 这个族群 其实可以来做琢磨 连思雨都说 嗯 我觉得可以 就感觉 对啊 因为我觉得AI 我已经有点小小听腻了 这有点腻了 可以来点不一样的 也买不下去 想 想清楚 这个AI现在是那个 收视率的保证 我知道 是票房的保证是吗 对 这 以一个做媒体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到底是要以那个 事实来取向 还是以收视率来取向 AI AI 然后我们好快就投降 通通海是吧 发哥发哥 对 这很辛苦 对 对 就想要给投资朋友那种 真的是比较低价 比较好入手 或者是比较 可以赚比较多的 不要去真的是追高的那种 但是你看 你讲的可能 收视率 可能真的 maybe没有到那么好 你真的是因为AI 赚到很多的coco吗 或者是说 你去追高了 其实是风险高的 或是可能AI 你现在反正就等它回党嘛 你先赚点别的嘛 对不对 对耶 你就不要去追高啦 我觉得那样子 得不偿失嘛 追高风险高 老师刚刚提到的 准备沙滴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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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特别看一个 听一个特辑 好像也是可以 然后 每天想追高沙滴是不是 对 我们砍在地板上的是什么股票 嗯 730组件 东阳 昭辉 仁鼎 还有昌佑 等等这些的股票 可以多加留意 留意咯 来 角像的玫瑰真的可以仔细的好 大家来 关心一下 关怀一下他们 用关怀的眼神 再关注他们一下 来今天520的行情概念股 到底520后520新局 这个台股该如何继续开趴 就是老师的四个字 我觉得 省慎乐观 真的要省慎乐观 520的行 机会还是有 嗯 一定是有的 如何找如何 是安全的一个状态之下 省慎乐观 因为你过度乐观 其实你就把风险抛在脑后了 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好 对 省慎乐观 也提供给好朋友来做参考咯 好的 那么节目最后呢 再次感谢我们的五财神 吴杰老师咯 好 谢谢两位美女 就大家都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